欢迎您回到节目的现场 再讲到美国肉含有瘦肉精 那么这个所谓的瘦肉精做什么用呢 顾名思义就是让肉瘦一点 我们看看让猪脂可以多长一点瘦肉 少长脂肪 减少饲料的使用 这样的话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降低成本 那么吃了瘦肉精会怎么样呢 摄取的过多的话会恶心头晕血压上升 心悸甚至是心脏麻痹致死 那么在台湾呢是一点都不可以有的 不可以查出任何一点点瘦肉精的这个成分 可是这个靳平你很喜欢吃美国牛肉 那偏偏就有查到啊 而且查到的地方也是你经常会去的地方 没错也是我们之前常去买的 那瘦肉精的牛肉 我先跟大家讲说 他这一次查到的地方 就一件是在内湖的那个大润发郁馆 他减出大概0.64ppb 那另外两件呢 他是在内湖的好市多的一个量饭店 这个也是很多人常去关乎 包括我们在内 他减出量也是1.46ppb到2.84 那其实他这一次被查出的 培林的瘦肉精的牛肉 如果吃的话 就像刚刚崔芬姐有提到说 他的那个量 就是说你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他的建议每天的一个每公斤 他接受的摄取量 也就是大概一维克 那也就是说 如果减出量来评估的话 以60公斤的体重 就是说假设60公斤 甚至到80公斤你去看的话 你每天大概要吃 21到94公斤的牛肉 也就相当于大概是 21到543克 就20几克到500克 当然可能每天不可能吃到 那种超过安全量的牛排 你才会违反他 但是虽然量超过这个安全的摄取量 这是一个数据的一个 好像看起来好像很可观 但是我们吃的人 当然心里会有那种心理作用跟负担 你刚刚我们提到的时候 以前我们在这个 这附近有很多 内湖旧中路一带有很多 新闻媒体的工作者 我们公司都在这附近 那常常去好市多 买一大匹一大匹的那种美国牛肉 肉质大块又鲜美好吃 每次拿来烤肉 不管是去年中秋节 到后来年底啊跨年 我们都是去那边买来吃 可是你们也没有吃完以后 就心悸也头昏啊 后来我们是事后 大家几个同事开玩笑 难怪最近有点心悸 看到这个新闻 当然这就是有心理作用 这是开玩笑的啦 但是可以想见说 为什么现在才出现这个新闻 就是刚刚衰芬姐有提到说 第一个 你之前就是卫生署的 食品药物管理局 其实他在去年年底就检测到了 可是他们在犹豫说 出宴跟复宴结果之后 到底是要春节前公布呢 还是春节后 好在是杨志良还在当署长 虽然他快走了 我也庆幸今天有杨志良在 他才敢有那个GAS公布 所以我支持杨志良 要公布这个东西 要不然如果这个时间 把大家都蒙在鼓里 我们过年前还会继续去买啊 那大家都被蒙在鼓里都不知道啊 这个回过头来就是说 我们之前跑外交 听过那个外交系统的人 有私底下在讲说 当然杨志良这些动作 包括这次瘦肉精 也可能在让外交人员很难做 又不高兴 因为之前在美国牛肉开放的时候 那个三管五卡 就让美方的贸易代表 对我们外交人员不爽 说他认为我们片面解约 所以外交人员就会说 我在前线打仗的话 你卫生所后面就放一把火 让我们觉得很难对美方交代 但是我觉得 在这个标准上 你一定要坚持住 因为怎么可以让美方失落 而且标准不一呢 对 而且这个翠芬 所谓的三管五卡 是不是根本没有发挥起任何的效用 从瘦肉精事件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呢 那我们现在是说 未来要不要解禁啊 要订新的这个检定的标准吗 可是看这个卫生所长杨志良表示说 目前不会 可是他已经要走了 至少到月底前都不会 对 因为他做到一月三十号 这个标准是这么样的保证啊 可是我觉得看得出来哦 美方其实是在透过各种管道 对我们在施压 还在施压 因为受肉精的这个标准哦 因为各国有不同的指标嘛 像我们还跟大部分的国家一样 是不准减出 可是美国还有很多 以这个出口这个肉品的这种国家哦 他们就觉得说 应该要一定要定出一个 微量的标准 让他们可以进口啊 所以他们就来 而且进口到台湾的 多半都是有瘦肉精 对 他们就用瘦肉精去养牛嘛 因为成本可以降低啊 然后看起来卖相可以好 看起来就是肉那个瘦的多啊 可是事实上那个养殖的过程 其实是不大人道的 因为吃了那个过多瘦肉精的牛哦 它会心悸 然后它也会 可能会心脏病暴毙 它会整个非常焦虑不安的 所以你可能看到 你你知道的那个牛 我看起来那个牛肉是很鲜红的 可是事实上那个养殖过程 并不是很健康 看起来特别红的就是 可能都是含瘦肉精啊 鲜红的 所以尤其是猪肉 猪肉如果你掺的瘦肉精哦 跟那个没有掺的 它其实一看就对比出来了 有些那个猪肉特别鲜红 通常就是它掺的那个瘦肉精 是 所以那个 我觉得也要提醒消费者 就是你在购买的时候 你要注意那个 你是不是太注意那个卖相 如果你过度的那个 强调那个卖相啊 要好看啊 那个然后一定要什么油花 它要少一点啊 瘦肉多一点啊 这个在买的时候 常常就会陷入 就是说你可能 摻了一些伪金药的 这种那个这种陷阱 因为像国内其实也好几次 被什么鹅肉啦 猪肉啊都被查出说 鲜鸟有这种这个 这个就是说 剪出这个瘦肉精 然后因为 我们现在是禁用的嘛 所以一旦被查获 就马上被剪紧啊 查扣啊 然后销毁 其实是动作是很严苛的 马上直接做 可是对于这个美国牛肉 还有这个美国之前的猪肉 都有这样子 一直闯关的动作 我觉得我们的政府 现在现在还在讨论说 可能是不是要来修订 然后让它保留一个 这个微量的标准 然后让它可以进来这样子 因为他们说 那个标准是0.3ppb 就是仪器的检测极限嘛 因为既然仪器检测有一个极限 那我们就在那个标准之下 就可以让它过关啊这样 可是这样一旦开了 真的就是一个政治的风暴掀起 因为我们现在是不准用的 对 那为什么要让美国人 你可以用这样子来残害我们 所以这个问题值得想 对 然后从这个事件 也可以凸显说 因为我们的三管五卡 那时候当初为了开放 让美国牛进来 我们讲的多好听 说我们要管源头啦 要管这个整个来源啦 还要从海关 怎么样的那个把关 听起来好像很严苛 一道一道的那个关卡 事实上真的 你看这个一个事件 马上就戳破了 对不对 我们的这个防线 竟然这么的薄弱 所以其实这个才是 真正有检讨的必要 休息回经济广告 马上回来